来自新北市的汉邦国际慈善基金会 今天到了山寺区公所 带来许多的生活物资 要送给低收入户的居民 而基金会表示 在每年的年中岁末前夕 都会带来许多民生物资 但是除了白米袜子之外 还有一件毛毯 因应今年冬天特别冷 要针对弱势民众 送温暖与关怀给他们 那每一年呢 就是从这个山枝 然后应该是说从淡水 就这么一路 那么也就沿路的到 那个贡寮平溪双溪 这么样子一路过去的 然后呢就是 寒冬送暖 是 那消防队跟清洁队的是袜子 那么呢我们也有预备呢 跟他们要那个送那个什么 那个安妮是不是 心肺复苏基的 安妮的 那个是 那再来就是真正的心肺复苏基 安妮是应该是训练的 在淡水北海岸偏乡地区 有许多的弱势居民 需要受到外界的送暖协助 而今年更是汉邦国际慈善基金会 第六年来到北海岸地区 协助弱势民众 未来也希望这样子的温暖 能够延续下去 刨砖淫欲 引发更多的善心 我们都知道 政府的资源有限 而民间的资源无穷 也因此呢 我们非常感谢 这社会上的基金会 或是慈善人士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 愿意献出他们的爱心 还有这个具体的行动 来帮助这些需要的朋友们 那我们三次区公所 除了感谢之外 也再一次呼吁 我们这个社会 需要这股暖流 大家一起来让我们的社会 有更多正向的力量 区公所表示 公家资源有限 民权资源无穷 竟然刚好碰上寒流来袭 汉邦国际慈善基金会 除了捐赠保暖物资 以及民生物资 要给弱势民众 还准备了两大箱的 特别加大工作袜 要提供给辛苦的清洁 以及消防队员使用 希望不论是弱势民众 还是在寒冬中 为民服务的第一线人员 都能够温暖过个冬季 记者廖品函三只采访报导 رضKY 银! 谢谢大家